講什麼 我剛剛講什麼 韓國 你先講講什麼 潘老師你還沒講完耶 機票 付了你老婆的機票 還有大手機票 對 我提高他額度 但他還會再買 提高五萬嘛 對啦 但他因為提高顏色 就是不要 他自己也不會花太多 那我就想說好 讓他這一次他玩得開心一點 對 我老婆每次出去任何的地方 從來沒有說不過 因為我總覺得 他開心 我們就過得開心了 對不對 他如果要去拿摩會怪 你會不會OK 南摩會館 南摩會館你OK嗎 OK啦 我跟你講 都這個年紀 他還有那個興趣 就讓他去吧 你知道為什麼 他要讓他去韓國喝酒嗎 因為他老婆一直說 不好意思 他那個老潘在台灣 都不讓我喝你知道嗎 完全都不讓他喝 所以他只能去國外喝 然後我每次遇到 就在搜狗樓下 遇到他老婆 為什麼你知道嗎 搜狗樓下那個 超市裡面有那個 給人家吃喝酒的 我每次都知道 好可憐喔 他就 你跟老潘在啦 沒有沒有沒有 把人家全部的那一碟的酒 都喝光 所以他剛剛說 他是醜不跟老婆說是假的 是假的 他不然他喝酒 他要去超市喝的 你知道嗎 你老婆去超市試喝酒 看到他在搜狗樓下 如果這樣 我的婚姻這樣 我真的會離婚 很難過 他會離婚 他說我會被咖啡 不然回去 他會被他聞到這樣 你看多可憐 Paul 你幹嘛好好講 他那個第一次在超市 我跟我老婆在 剛結婚沒多久的時候 對 那很久以前啊 十四年前 十四年前 對不對 他現在開始每天 他每天都喝 我從來沒有拒絕過 我跟你講 就是上上個月 跟 好像跟小康他們出去喝 喝喝喝回來 你知道我對酒是非常 care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喝到 care什麼 就是 很在乎 因為我 我本身就不碰這些東西 所以我怕那個味道 所以他來喝了沒關係 OK 但是你如果喝到醉到那種已經 我不知道你們在家裡面是怎麼樣 我只告訴我 那天晚上我發生的事情 他喝到醉到不行的事 我把他扛回來了 扛回家裡面 他女兒剛好也在 他家吐了整張床上的東西 在床上 頭髮都是 然後吐到處都是 沒關係 我就一樣 我把他抱到浴室去洗 洗得乾乾淨氣的 他還都不省人事 我幫他洗頭 吹風機吹乾淨 那一副全部換乾淨 我把所有床單全部換掉 換新的 那你在換床單的時候 你把他先放在哪裡 放在客房 他在客房 然後都弄好之後 放回去 因為他吃到整個都不一樣 但我沒有 他怎麼可能會記得 他記得 因為他 我老婆的絕量非常好 你要把他灌 他跟你我看你覺得差不多 他可以 他喝那種VAGA那種 可以喝一瓶兩瓶的那種 所以他跟小康兩個喝大飲料 喝四瓶 可是他如果喝起來的話 照理說應該是斷片 或想不起來昨天發生的事 應該沒有得像以前那樣喝 但我記得 我知道 他知道他已經喝茫了 但他不記得後面吃的發生 可是女兒告訴媽媽 老婆啦 坦白講了 你還能怎麼樣嘛 就幫他那邊弄乾淨 不然我們也沒辦法睡 那你還放心 他去韓國大喝特喝 沒有 朋友去 一起去 那個他跟他朋友一起 但他們 我沒有看到 那你怎麼樣 但是我會 他出去的時候 我一定會跟他說 不要到 茫到人家起來 旁邊請問你哪位 這個就好 那如果他 我覺得他不自理 他打電話回來 跟你承認這件事情 你會說不嗎 就說對不起 我不知道旁邊是誰 失態了 我真的不小心 對 如果真的 你一定要這樣講 你竟然說 你比金秀賢 你比金秀賢啊 哪來電眼的啊 我問問看嘛 他如果起來 他如果起來旁邊是金秀賢呢 對啊 旁邊金秀賢 不會這樣子 旁邊是金秀賢 金秀賢 對 我就死給你看 他不可能是金秀賢 這不可能 如果是呢 如果是 你會原諒他吧 那我 對 我就找錢志賢了 不要 金秀賢也不可能 但是如果真的 我跟你講 你如果是真的 你不然不要跟他講 不要講喔 愛喝酒的人 你不要跟他講說 你千萬不能喝到什麼程度 不能等到 對 不要規範他 一定都會發生的 你越想什麼 他就越會發生 但這個 距離甚至坦白說不大啦 但是我只是那天目睹 這樣的時候 對我來講 確實是一個滿大的挑戰 因為我接受 因為我就說 在家裡面 很多東西是這樣 當你接受 女生聽到這件事情會感動嗎 如果你們吐到整個床 然後頭髮都是 很感動的 起床都 沒有 圈插 圈插 幫你沐浴全身 然後隔壁有罵嗎 沒有啊 但我說什麼都沒有講 都沒有講啊 就讓他很開心 那這樣我會開心 他會覺得 流眼 他自己覺得不好意思 但我什麼都沒講 一句話 我還記得他流眼 那是有別的脂肪 沒有 不要 對 我會了 好啦 算了啦 流化好髒嘛 算了 用是我講的 沒事的拿這個出來 用是我講的 你也幼稚耶 你 我也幼稚嗎 老藝人在那裡 你幼稚 老藝人就是這樣 真的 還有兩個老藝人要講故事 來... 我也是 來... 瑪利歐 瑪利歐 瑪哥... 他一開始一定是裝可憐 裝可憐做開場 沒有 我跟你講 不要裝可憐啦 沒有 他嫁給我 他嫁給我八年 我沒有讓他進過廚房 放屁 昨天你直播了才看他進廚房 電嘴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講實話 我們不是說在什麼 什麼面前說什麼要買什麼東西 所以他進廚房 你會罵他是不是 他在... 結婚前他做過一次 上回... 經過一次廚房 他做的東西根本是 連豬都不會吃的東西 是完全失敗的 你跟豬很熟嗎 我屬豬嗎 你這樣講嗎 我是說真的啦 你寵妻怎麼可以這樣講 他嫁給我八年 他沒有煮過白飯 他沒有煮過... 但是我講泡麵不算 他在廚房裡面 他會搗亂我的所有的行程 流水化 所以你們結婚結婚 他連碗都洗不乾淨 我很怎麼洗不乾淨 我教了一個芒果說 老婆你吃個芒果吧 我在... 我在我們家裡吃芒果 我從來沒有吃過大顆的芒果肉 我都吃芒果和... 鮮啊 旁邊... 鮮... 就用鮮的對不對 鮮肉吃 然後肉都給女兒老婆吃啊 那我就說老婆那你吃一吃 那他...我說 你能不能幫個忙 你吃完那個沒有油 你可以用水沖一沖 結果他芒果吃了 放了一陣子會有點黏的嘛 他還真的打開水頭 我就要沖一沖 你又淘擠 淘擠沖沖丟掉 連扣都不扣一下 然後我一看他洗完了 上面還我說 我說拜託你也幫忙洗乾淨 他說對不起 因為他眼睛他有遠視 他真的看不到 所以他只要不戴眼鏡的話 根本什麼事都不用做啊 他看不到 所以... 他就躺著就好嗎 然後就是基本上他家裡的東西 因為他生活 他基本上生活起居 他比較不熟 所以全部都我來包辦 他是因為遠視才嫁給你啊 那你以為耶 他就這樣說好耶 那你以為耶 也看不清楚 我就一直想說這個男人 迷人之處在哪 一直唱衰自己 我最迷... 他最喜歡我的地方 我說真的 我講到你 他就這樣說...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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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自己說兩個對不對 對... 其實我吸引我老婆 我老婆在嫁給我之前 他是跟我一起... 因為喝了假酒嗎 那是你老婆 然後我們... 因為我想讓他省那個房租 所以我們才認識三個月 我們就同居 我就開始幫他洗衣服 燙衣服 帶便當這些 連他的鞋子你都不用講 你只要鞋子髒了 我就幫你洗鞋子 你的內褲有一次 他內褲沾到血 就是MZ 他就把他丟... 可能內褲也比較久他就丟掉 我說幹嘛丟掉 他說你沾到血了 我說這還可以穿啊 我就把他拿出來洗乾淨 那他自己家裡本身是... 跟我們家一樣小康 小康嘛 小康 然後爸爸... 爸爸媽媽媽以前也是公務人員 我爸爸是公務人 所以我們兩個的家境都差不多 他又想要每天吃你做的便當嗎 他願意 他非常開心 你問我啊 他是一個... 他說我對於吃很不要求 我可以吃兩個車輪餅就一餐 可是我覺得做我老婆做我女朋友 我不可能說讓你吃一根玉米 或兩個車輪餅 我會下廚房的人 為什麼我不幫你帶便當 他說瑪莉歐 他說我當初選你 因為我問他說你到底愛我 他說我愛你的才華 他說才華是最不會被念你 是主菜嗎 就是他說我的表演或什麼 他說我最愛你的是你的才華 我愛你的自己 當然我的脾氣上面可能 比較兇比較壞 但是他說基本上初發點 都不是壞的 你是誰 你不是瑪莉歐 以前你最喜歡羞辱自己了 什麼... 羞辱什麼 羞辱自己 我什麼都不會啊 我也不恐怕 沒有啦 我跟潘老師有跟我講 他說你去上S的節目 你不要什麼好像裝了什麼 他說S喜歡放開 自然 所以你現在承認自己 是很有才華的人了 滿有的 怎麼... 怎麼奇怪的態度 好新的瑪莉歐 我突然有轉彎 不然有變沒了 新瑪莉歐 你要有一個情境 我喜歡以前那個耶 怎麼辦 新瑪莉歐啦 我現在用五塊 瑪莉歐二代 其實我什麼都不會 你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 你說每個人疼不疼老婆 當然疼老婆 在沒有 你說爭吵一定有爭吵 只是誰先說對不起我 潘老師總覺得說 你不疼老婆 你是給老婆吃便當 可是問題是 當我拿一個新鮮便當給老婆說 老婆我幫你帶便當回來 她是高興 她說謝謝你還想不到 她喜歡這種 互相的感覺 我說真的 我可以大方的跟各位講 我捨不得說路安穎 我去吃一個一蘭拉麵 然後我回到家說 我吃飽你們自己隨便吃 我捨不得 我說要吃 我們全家一起去吃 多了... 真的 可以喔 好 來 你很危險耶 不會... 我OK的... 來了 最近一個新的啦 寵妻魔人爭霸戰 對 Paul哥的第一條 考證照 來了 考證照 他最近這半年 從今年初到現在 全部要考一個很難 很難考的營養師執照 那個要去北醫考 而且家裡也要上課 還要上生理學 非常非常難 所以他現在整個人變成 今年喔 整個人變成這樣大學生一樣 就是在那邊早上起來 就開始念書 念書完以後 念到晚上然後就洗澡睡覺 完全不顧家裡 結果家裡誰來顧 兩個女人身在部 我啊 我就要幫他煮飯買菜 然後幫三個人 然後幫他弄好東西 弄好補湯 然後全部弄好 弄得這樣 全部好好的這樣 然後女兒還跟我想說 爸爸為什麼媽媽最近 都不理我們這樣 他會一起吃飯嗎 會會吃完麥 然後他就回去了 他就回去繼續念書 然後念書念書 好不容易終於 終於 終於考到了 我說考到了 恭喜 發個獎金給你 那希望以後 就不要再考這些有的 可是他考這是為了什麼 他的說法是說為了 要顧我的健康 這麼感人 就是營養學 但是我覺得其實也還好 因為他吃的也很 也很怎麼講 也很不健康 所以他考到之後 對於家裡的料理 有重新改變嗎 也沒有在管 也沒有在管 照樣吃 這個會不會是他不想 待在家裡 然後故意說找個事情去做 而且這個事情 因為是很專業 你就又不好 不好意思打擾他 對 但是這一點有造成 家裡有一個狀況就是 女兒會有點難過 就說為什麼媽媽現在都不理他 有一次我們就去 那個晚上我下課 我帶他去刷刷鍋 他就哭了說 為什麼媽媽又不加入我們 一起吃飯 這樣都是我們吃這樣 媽媽在家裡讀書 對 他自己在讀書 然後那時候他說吃飽 走路不能走路 我就背他 我就看到後面這邊 濕濕的 對 濕濕的 他說媽媽好像是不是不理我們 這樣 他講一句 我很討厭你 講什麼 他說我不喜歡今天 我不喜歡 沒有 我不喜歡今天 因為我討厭媽媽媽 因為媽媽都不理 好像不理我們 這樣做他自己的 之後他有沒有回歸家庭 就是變得也很愛小孩 參與你們的事情 我覺得最近有在改變 最近現在都是 還會有會陪小孩玩 但之前真的 前半年真的說實話 有點家裡的氣氛有點 很不好 他突然之間有這個想法 對 突然之間有這個想法 然後而且考半年 這真的很難考 因為要考生理學 然後要考那個營養學 所以其實真的真的非常難 每天都在念 每天都在念 在家裡也在講 有需要去教室還哪裡嗎 有 週末的時候就要去教室 所以基本上都看不到小朋友 對 你有看過那個教室 裡面的其他學生或老師嗎 老師應該都是醫生類的啊 因為會有醫生會去講 醫生 那就很 對 這故事很好 這故事很像是一天 沈玉琳講過 什麼 沈玉琳講過沒有這種什麼 沈玉琳有沒有 沒有這種 真的考到了 不是這個嗎 考上了 前兩天考到了 考過了 那你說發獎金 是發多少給他 你就發十萬給他 對啊 就因為想說希望他說 鼓勵你說 考得好這樣 希望說以後 用這個去買買 讓他自己放鬆一下 然後不要再 當成這樣學生的樣子 開心一點 然後陪陪家人這樣 買買家裡的東西這樣 那時候真的是他媽也 每天常來耶 她的女兒那個 我就說媽 那你就常來 岳母就常來我們家 跟小朋友 跟我們一起玩 對啊 對啊 所以為了他 為了他考上證照 可是他如果考上那個證照 要對你們的家人 是有幫助的 才是有意義的 有啊 他說 有一天萬一我 怎麼樣暈倒或什麼的 他可以馬上急救啊 然後或是說什麼 我心臟不好 就該吃什麼 那他現在有開始 改善的飲食嗎 目前還沒有 目前還在處於這個 怎麼講 慶祝的狀況 還是他在等你真的發生什麼事 他要急救 對 可能應該是這樣 他喜歡急救那一款 而且最近我們家那個 廁所裝一個 廁所裝一個那個 廁所裝一個那個 緊急服務鈴耶 AED啊 他的門口AED 緊急服務鈴 真的嗎 廁所裝個緊急服務鈴 為了你裝的 對 有這麼嚴重嗎 那個廁所的時候 就這樣 就要按 然後就很大聲 就後來就是我約我們在按 他以為那個是 那個廚師 從嘴 對 你的心臟有嚴重到 需要裝這個喔 就是說怕萬一啦 因為 醫生有跟你說 裝比較好 對 因為上禮拜去見點 他就說 4.6公分 所以還滿大 那個流 所以要轉 你還是 隨時有 那你還上節目 還是要上了 還是要上了 你的心臟賺一天賺一天 對 留一些給後面的人 那我們是要電你心臟啊 不會啦 欸 喂 喂 好狠耶 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大膏 도 рес戀 小鈴鐺 你的摄像 小鈴鐺 ... sú i gotta feel it, feel it